大家好,我們上次就講了這個古代曆法,記錄時間的方式 我們這次看一看了,變成同時不單止是中文,還要用中史 以下你看到,有些重要的歷史事件 第一個給了你,甲午戰爭是1894年 就是清朝的時候和日本展開了甲午戰爭 最後清朝就輸了,所以阿光碎怎樣? 有些什麼事發生呢? 然後才會發生以下這些事件 我們看看年份,這個其實我們當分集一下 雖然中文比較少會考到這些年份,可能是歷史才會 我先寫這個,我們看一看它發生的次序 因為它說是整個甲子裡面發生的,即是六十年內發生 因為上次說了一個甲子是六十年 然後說它說同意,進行了一個變法 但是很快,103日又廢除了它的變法 然後去到1900年,就有這個伊和團出現了 就有八國聯軍去攻佔北京 然後最後就要簽訂了一個新手條約 然後最後又武昌起義了 所以就是我們為人熟悉的一個辛亥革命 你看到它們會用這些名稱去記錄它 好,然後我們看看下面這個練習 這個可能你要看看我們之前 講過了,OK? 二十四字氣 當然這裡也有出現的 我們要看看有哪些 分為四類的 有些是講季節的變化 如果我現在錄片的時候 我錄片的時候是很冷的 香港是很久沒時候不冷的 那就是立變化 我們通常會有哪些變化呢? 老人家說立春 然後就會開始多雨 又有春生 然後又立夏 夏至 夏至就是每年最熱那天 然後還有立秋 秋昏 其實我吃得噁心 不要緊的,上面有的 然後還有立冬 冬至 所以其實春夏秋冬 每個季節都各有兩個 然後如果表示冷暖程度 可以剛才說 小鼠就會有點熱 大鼠一定要喝冬瓜湯 因為是很熱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 小鼠 小寒 大寒 那天可能會結霜 很冷 還有關於鋼水 因為以前 都是農務為主 大家都要種植 所以會很關心雨水 然後 谷魚 白露 寒露 因為 好像聽老人家說 為什麼會知道這些雙鋼 因為他們要預早去收割 不是的話 結霜 或者有雙鋼的時候 就會影響他們的收成 然後 最後 反映 氣象 農業生產 也有 譬如 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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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小動物 起身 春天 清靈 小滿 亡種 好 這個很快就說一說 最後 告訴你 有什麼作用呢 剛才也說過 因為 出現過 在節氣歌裡面 有說過 以前都是農務為主 他說了一句 我不猜 抄了 他由這個 抓緊 季節 一直說到生產 然後 縱收 和時補封煉 即是什麼呢 即我們會是豐收 所以其實二十四節氣 是有了什麼呢 最重要是 提醒農民 OK 現在當然 可能少了 但以前真的以農務為主 所以他們是要知道 適當的時間去播種 去耕作 去收成 然後從而 就會保障他們的生產 收入 好 今天講到這裡